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杀 所以代表呢 过去都是我们好像女生 要被动地接受爱情 等待爱情 而现在的社会呢 已经有很多女生呢 是愿意为爱情而主动出击 女追男真的比较容易吗 男生喜欢这么主动的女生吗 那么在这个女追男的过程里面 有什么动作是被NG 男生说No 不要这样对我们的呢 我们今天好好来讨论一下 好 马上介绍我们现场 这个很多来宾 先介绍这一区是 很勇敢追爱的女人 第一位私保妈 玉婷 欢迎 你好 凯全好 你好 真的是你自己追来的 真的 真的 我还说如果你不跟我结婚 那我们就不要在一起 OK 然后他说 如果你不生四个我就不娶你 所以你都生了四个 好 第二位就是也是非常勇敢 我们作家辛西亚 嗨 大家好 我是辛西亚 你好 欢迎 欢迎 另外一个常常被追求的 王少伟 欢迎 我是很勇敢的 还在继续保持单身的王少伟 这样 很勇敢 好 欢迎我们的 这是艺人 惟鸣哥 欢迎 欣妮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惟鸣 好 而我们的玉婕爱欢迎 你好 大家好 我是玉婕爱 今天两位是专家区 男生女生专家区 我们也够了 这么样惨淡的人生一辈子的感情经历 你为什么要把我 你为什么要放我包里面 我哪有惨淡 是你惨淡 我惨淡 我最惨可以了吗 你是精彩 不是惨淡 所以这一区要当专家也不容易 就是你要经历过就是刻苦无心的 要坎坷过 你要先离过我们 对 算了 我还是做这一区 男生各种经验都要有 我们现在现场先 我先试掉一下好了 你可以接受女追男的 帮我们取牌好不好 你觉得这个现象是可以接受的 可以要取什么 绿的 行不行 行行行 Yes 只有这个王少伟你是 不是 我以前觉得不行 但随着我年纪开始增长的时候 我觉得行了 不行什么意思 以前你会抗拒追求你的女生 以前我会害怕就是说 就是女生太主动 你觉得来骗钱的对不对 就 我会觉得女生 你确定是骗钱 我的印象中的女生 我的 那个年代的女生 本来就是比较避俗一点 而且可能我的教育也是这样 因为我妈妈是这样的 你的那个年代 你是有多年车 对啊 害我都不敢接话 感觉他比我还老啊 我们从小看他们 所以我在讲这段话的时候 我一直看文英哥 文英哥居然没有共鸣 你有遇到 那个年代有遇到很 很主动的女生吗 我不敢 其实我那个年代是更保守 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经历过 从保守变到 就是女生越来 女权越来越至上的这种年代 那原本我的那个早期碰到的女孩子 都是属于比较 就是比较避俗一点 也比较 不会太主动 就算她喜欢你 她可能只有远远的看着你而已 她也不会有任何的动作 或者是表示 可是我觉得慢慢的现在就是 也可能在这个圈子也久了 看到的也多了 所以我就觉得女生主动一点 所以现在反而喜欢人家主动 我觉得女生要就是极端一点 要嘛就是避俗 要嘛就是超主动 不要就是那种一点点一点 那种怪怪的 人到40会开始变态起来 最恐怖的阶段 走极端 口味变很重就对了 好 我们现在来问一下这个辛西尔 辛西尔其实 我觉得你非常的勇敢 你现在老公是你跨海追过来的 对 而且我一年就追了他三年 哇塞 三年全部都远距离哦 还不是那种 就是我们还可以就是 譬如说台北 然后大家还可以出来约见面吃饭 全部都是跨个那个太平洋 哇塞 你好强哦 三年都远距离耶 对 然后因为他都一直让我觉得 我就很生气嘛 会不会就是因为远距离 所以才可以三年 应该是说我觉得 应该是说我那个时候就觉得 对这份感情 我会觉得还蛮认定的 你为什么会认定他 那么想要追他 应该怎么说 我会觉得其实我对于爱情 那个时候我的想法 其实我一直以来的想法就是 我觉得爱情跟幸福 都是要自己去争取的嘛 老实讲 那你如果你一直苦等 来的不一定是你喜欢的啊 所以说我一直认为是 你这种在台湾 那今天就很多人追啦 还要追过一个太平洋 其实我会觉得 那时候我在台湾 我在大学的时候 真的台湾男生对我来讲 其实追我的地名有很多 可能怕hold不住我吧 我在想 对 你看起来是想 我如如脱江野嘛 对 比较独立的那种女生 对啦 是这样子 对对对 而且你第一次 跟你老公表白的时候 他还拒绝你啊 因为其实我跟我老公 在认识的时候 是当初我是 因为我是外文系嘛 然后我是去 他是Berkeley的学生 那我去那边游学 游学一个月这样子 那那个时候老师就说 我们同学英文不好 我们要多练习 所以就请我们呢 就是拟了一份问卷 问卷就是要到 那个校园里面去 就是搭讪这边的同学 然后就开始练习英文 这么好的学校 对 他这个assignment 我觉得出得还不错 那那个时候其实 美也是老师 对 问题是 我觉得美国人虽然说 大家都非常的friendly 可是老实讲 你英文不够好 他们还蛮没耐心的 就会说我真的不想跟你聊 多聊什么 那时候我老公就是很有耐心 然后就回答我的问题 这样子 那因为他那个外型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型 帅哥 又是Berkeley 对 那你知道 人在那个天高皇帝远 爸爸妈妈又不在 又更如同脱江野嘛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 这个男生 我好想要再多进一步认识他 那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所以那时候我用的方法就是 我就用很烂的英文问他说 Can I give you my phone number at YMCA 那时候我住在YMCA嘛 那我就把我这个电话号码 对 我就把电话号码给他了 对 那你知道吗 给到电话号码的话 男生也不会就立刻丢掉啊 他就只能收下 因为一般来讲 搭讪人不都是那种 同学我可以跟你要电话吗 然后大家就说yes或是no 你不要给他选择题嘛 你就直接把东西给他 那他就会收下 那如果他打电话来表示 我就应该有机会 那个时候我是这样的想法 你完全就是男生在追女生的方法 对啊 我骨子里有男子汉的血统 重点是他有没有打 他打来了 他打来了 然后他告诉我说 那既然你会在这个Berkeley 这个镇待这么久 那我就当你的这个导游 就带我出去玩这样 你那时候待多久 我大概待两个礼拜而已 两个礼拜有很久 他想说就两个礼拜 就赶快把事情算一算 还是他后来把护照烧了 在那边待了两年 不是好 可是我认为跟外国人谈恋爱 比较麻烦的地方是 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是个 Dating的一个状态 那以很多台湾人来讲 Dating就是那种 好像就是蛮认定说 We're boyfriend and girlfriend 对我们才会跟你一直Dating 才会Dating 可是我会觉得 对外国人来讲 他们反而会觉得 没有啊 Dating就是我们在认识彼此 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 当我要回到台湾的时候 当然就很伤心要离开了嘛 那我就跟他说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他就说没有怎么办啊 We're just having fun 我们就是 having fun而已 好会喔 对 然后你就整个就是 那种英文还不好 第一次就被人家知道说 什么叫Friends with Benefit 就是泡澡的朋友的意思 你们那时候交往到什么阶段 那时候就是基本上来讲 该摸的该积累 没有到本壘啦 没有跑回本壘 可是基本上123 真的没有吗 真的没有 没有 因为本壘的定 本壘定应该是台湾跟美国都一样吧 我在想 没有让他跑回本壘 可是基本上你就觉得 都该发生都发生了 然后接下来告诉我说 We're just having fun 然后我想说 Yeah Yes I had fun 可是怎么接下来就没下文了 他这样讲 你应该觉得蛮受打击的吧 我那个时候会觉得 我的妈你是玩咖吧 这个playboy 后来我发现 这个就是外国人跟台湾男生 不用的地方 对 因为我觉得外国人 他会很清楚地告诉你说 没有我们就是 还是各自发展 他有这样跟你讲说 我们只是玩玩的 你不要太认真吗 他真的跟我讲 他真的这样跟你讲 然后就是第二天 我就要飞回台湾了嘛 然后就是拜拜 就是永远就不会再见到面了 你们dating了多久时间啊 就两个礼拜啊 大概两个礼拜而已啊 OK 那我发现台湾男生 这样子还有下文耶 你看 对 因为我觉得这份恋爱 就是结束在最美好的地方嘛 然后我又是那种 我记不得 我就想说 什么叫做having fun 老娘一定要跟你拼了 你知道吗 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 那回来台湾以后 就若有所思嘛 会觉得说虽然说去涟漪 可是你会 还是放不下这个男生 所以后来 他那时候 Berkeley就毕了业以后 我知道他去西班牙 要去学西班牙文 那我就很gay掰嘛 我就说 you know what 我下学期要学西班牙文 那不然我去西班牙找你好了 好 我们来了解一下西班牙文化 你完全就是一个把妹高手 就是完全 就是明明的心情我知道 明明是那种 试用期过了之后 想要拼正式员工的心情 我想要知道这人 到底好不好用 的那种感情 你已经试用过 所以他从美国又杀到西班牙 对 等于说 因为我回到台湾 他从美国飞西班牙 那那个时候 那个美国有些年轻人 都喜欢当背包客 各处去旅游 所以我就从台湾 一个人又是单枪匹马 我就飞西班牙去 那你知道我爸妈整个 就会觉得说 你要出国你为什么不选 日本啊 泰国啊 比较近的地方 那很多西班牙人 就会觉得 那你天高皇帝远 你跑那么远干什么 那跟你上一次分开 隔多久时间啊 跟你从美国分开 我上一次其实 跟上一次分开 大概有半年的时间 但你的热度还在啊 因为我才两个礼拜的恋情 你可以过了半年 再撑到西班牙啊 我觉得那应该不是热度 他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而是我想要把自己抄 他一定要把这个case搞定 我想要签这个合约 我想要签这个合约 我那个时候应该是觉得说 我想要让自己 从这幻梦中醒过来 因为半年通常回来会淡掉嘛 对不对 回来又到台湾的 什么半年 一个礼拜你就忘了 这个人你明天叫什么了 太可怕了吧 所以我说半年 他早就爱上他了 你才会一直魂姻梦牵 就是一直把这个人 放到心里面 就是他还特别讲 联谊这件事情他都没有那个心 所以那时候真的 Had a lot of fun 对 因为爱上了 可是我必须要说就是 人生很多事情 你不去做到最后 你永远不知道 那我认为我宁愿在台湾 在想说我跟那个男的 也许我们结果会很好 也许结果会不好 那我宁愿就是飞过去 再相处看看 看他这个人 到底是怎么样的人 也好过自己在那边想说 如果我不做 What if 会怎么样 对 所以我的个性是 很多时候在人生当中 你不要想了你就去做吧 那就算是结果不好 你也得到一个结果 你就可以move on 这样不是很好吗 也是 也是 是 OK 那他那时候也都没有 女朋友的状态 他很多 真的啊 他会不会讲说 Friends with benefit 他就是那个definition 就他泡澡朋友也很多啊 所以我记得的时候 所以他真的是playboy型的 可是你知道他又告诉我说 我跟你讲 美国人文化就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会 在定下来之前 我们真的会去 各次各处发展 没有 我们不要讲美国人啦 我觉得人只要单身啦 你要干嘛干嘛 没有问题嘛 Right 对不对 你不要说结了 所以他两个也是这样 所以才继续单身 因为你们还没 还没放完好的吗 单身偶尔还OK的 OK 好 那时候我只能去西班牙了以后 那当然就是又住在他的家里面 他有他的roommate 又住在他的家 他的租屋 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就是 印象很深刻 他告诉我说 天哪 就是 你就来了 有一天他告诉我说 他要去跟他前女友 他前女友是个葡萄牙人 因为葡萄牙就在西班牙旁边嘛 他说要去跟葡萄牙的女朋友 要去那个网咖跟他聊天 那那个时候我心里面 打击就很大 我会觉得说 我天高皇帝 我就已经人都在你身边了 对不对 阮玉生香 是不是 然后昨天晚上还抱过 就你今天晚上 早上第二天你说 你要去跟一个这么远的人 要网咖在前女友 就是前女友到底要干嘛 好委屈喔 对 那他就会觉得说 没有因为我是跟他一个约定说 我要去跟他聊天 所以我就要跟他去 网咖上聊天 所以那时候我就很生气 因为我认为很多男生 在他对你有感情的时候 他反而嘴巴上他真的不会讲 因为他觉得 我们就是要隔着太平洋远距离 我不想要谈远距离 那你问他说 你到底对我感觉怎样 他只会说 嗯 不错 所以那个时候他去找他的 这个前女友 去网咖聊天的时候 我就开始偷看他的日记 这是不好的示范 因为我想要觉得 我想要知道 男生你对我的感觉 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你对我的喜爱有多深嘛 所以他那个你知道外国人 他两个的时候真的很熟了 可以找到他的日记 就是因为他每天晚上都在写日记 我觉得那男生太蠢了 日记乱丢是不是 但是我觉得他也是简单 他没有想说要防犯这些东西 对 所以我记得外国人潮写 潮写都写的龙飞凤舞的你知道 那我就又很刹啪被他发现 然后就在那边看那个潮写 我想说天啊这些字 就像那种在读天文 那个无字天书一样 后来他就在日记里面写说 我真的很喜欢Synthia这个人 我真的很喜欢他 他名字有写对啊 对 真的不是Synthia 不是Candy OK 也不是Catherine 是Synthia 好 然后他就说 如果我们真的这个份感情 要有结果的话 那我必须要去台湾找他 那他回来的时候 因为我就在哭嘛 他就告诉我说 好啦 如果这么想要在一起的话 那我必须去台湾找你 那个时候我反而告诉他说 我跟你讲 你不要为了我过来 我要你心甘情愿 因为我很害怕说 如果这份感情 doesn't work out 就是他没有结果的话 你又会来怪我说 当中就是一个台湾女生这样子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请你想清楚 而且我说 我觉得我还蛮霸气的 这招很高 对 这是高手 是高手吗 我现在也不觉得 欲情顾重吧 我现在也不觉得他在讲什么 女追男什么 他就是摆明在这边 就炫幸福而已 有吗 很坎坷欸 哪有坎坷 你整个的过程就是美 毕露男女欸 整个过程就是美妙 杀到西班牙欸 对啊 我们满脑子都在想说 西班牙帅哥这么多 你为什么要单恋一枝花呢 对 你为什么单恋美国人呢 拉丁美洲男生多帅啊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 拉丁美洲我觉得语系我不太 因为我毕竟是外文系的啦 我觉得他有时候语系可能不太通 是这样子 那我认为那时候其实 对我来讲 因为我老公那个时候 他是一个万人迷 他交过好多好多女朋友 万人迷喔 很帅 就是他很帅 所以我觉得我的这个经验值 就是一直没有他高 那反而当我跟他说出说 没关系 反正这份感情是 我喜欢你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你不用做任何事 你就让我来就好了 你就让我喜欢 你就让我 这样子搞 你是这样子的女生吗 我高兴 对 我就高兴就好了 那他也觉得很surprise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 我就跟他讲 因为我觉得对于我的爱情 跟我的人生 我就是给他百分之百嘛 我不要没有 Give me my best 就是我没有尽全力 然后最后我才后悔说 如果当年老娘如果尽全力 我可能就幸福了 我反而会希望 我只要自己尽全力 结果是不好的 没有关系啊 至少我们尽力了 我们对得起自己 就OK了 所以后来他就说 OK 他就想了很久 然后三年后他才回来台湾 他也是想了三年 三年耶 很好奇 你到底觉得他什么地方 让你这么值得去 去爱他 去追求他 除了他高材生很帅之外 而且你怎么知道 就是这一个人 对 应该是说 旁边的朋友都是这样子问我 我认为是 我很了解我自己 真的是很好用吗 也不是 就是应该说 我很了解我自己 其实在我的 所有的恋爱的关系当中 都不是 我都是主动的那一个 因为我很知道 我喜欢的type是什么样子 我知道我的心不是 我的爱情是没办法培养的 没办法说今天 譬如说稍微很喜欢我 我可能不喜欢他 然后他就追我 追我 终于我就动 我就打动芳琪 我不是这样的人 我喜欢是 今天庆一世 我喜欢的type 你是一见钟情形的 我觉得我是 我没有办法培养 我的爱情没办法培养 那 与其说认定他这个人 倒不如说 我只希望 这段感情事 我有很认真的把他走完 如果今天我们没有结婚 没有在一起 没有关系啊 我就move on了 对那就是一个白手公里 画当女人 所以距离啊什么都 对你来说不是个问题 我觉得不是个问题 其实他刚刚讲这种 就是他老公这种人 就是帅 对不对 万人迷茫 我身边有很多这种人 最后被 最后被某个女人收服了 其实都是这种女人 霸气的女人 不是就是 你今天想一下 就是 我本身是一个花花公子 我身边来的女人 其实都是一样的 对 你知道吗 就是当我是花花公子的时候 我身边来的女人 其实都是一样 我会去找的女人 也都是一样 可是突然来了一个这种 死心塌地的 就是认定我了 对他什么都不要 然后随时都可以就是 你要什么 他都可以随时提供你 我跟你讲 这个对于我一个花花公子 我在万绿丛中 他才是一点红 其他都一样绿 而且他帮你做选择 会不会有些男生 他不知道怎么做选择 太多选择了 不是 有一个女生就是选定我了 我反而就发动他 他让这个男的看到什么叫 其实男人在找的是一个像妈妈一样的女人 就是真的只有妈妈会对我无怨无悔 可是女朋友的时候 那当然你年龄成跟妈妈是不一样 可是有些基础的东西是一样 就是无怨无悔这四个字 但这个女生 当他回来台湾半年嘛 再跑去西班牙找他的时候 那个男的已经看到无怨无悔 所以在那个男的心里面已经觉得 有人从台湾冲来这里 对完蛋了 有一个这个 然后再来就是 哇塞 那我这几十万的率 我怎么解决 不是 应该是说我觉得playboy是 他们playboy都很喜欢主动 对 那我认为我老公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的初吻 是我的初吻 我自己告诉他说 I want to kiss you 我就这样跟他讲 我想要吻你 那你想一个身经百正的花花公子 都是他去吻别的女生 他从来没有一个女生问他说 我要吻你 他就会觉得我的妈 然后他第一次觉得我的妈我好害羞 他从来都不知道 原来被一个人所吻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哲宁仙女出现了 而且你刚刚说去跟网友见面 就是他一个人在家里哭 是 其实我们也做过这样的事情 那是故意的testing really 是这样子吗 故意的 好有心机 那是我们这种坏男人故意的 就是他已经跟我在一起了 他已经很爱我 在我家睡了 你故意折磨他 我一定要testing某些东西 为什么要这样子 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 人家都已经飞到这么远的地方走 你还不许到破坏 所以你到现在还单身吗 你 他不是也单身 在测试什么 这是一个小心机 就是测试说 如果这样 我去跟前女友见面 她都可以接受 那就是她了啦 因为只有妈妈可以接受你所有的range 可是今天再来一个女人是 她可以接受我所有的事情 等等等等 我可以补充一下吗 就是说 老实讲 真的感情到后来的转折点是什么 后来转折点是 有一天她也是这样 她回到LA 她告诉我说 我要去San Francisco 她要去拜访 她要住在她前女友家 又一个前女友 又一个前女友 那个时候 她各国都有 我就觉得她 就是她各国都部署一个 然后我是台湾代表 我是台湾代表 国财拜主任 对 没错嘛 那那个时候我真的是 就是当头棒喝 我会觉得说这个男生 他已经是 就是都部署好了 所以我那个时候是本来都是 非常觉得很勤 我那一天开始 我就再也不写email给她了 我也再不联络她了 那时候她就会 男生就是这样子 你为什么不理我了 你不是每天都好像纠缠着我 不放吗 最高境界 对 最高境界 所以后来她就是 接下来写email我都不回 她就写了一封电子贺卡 电子贺卡的功能就是 我打开信件她知道我收信了 就写信来骂人啊 你这做朋友就是无情无义啊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我才可以跟她讲说 我跟你讲 只要不是当男女朋友 我们就不要联络了啦 因为我是想当你女朋友 那她才真的觉得 杀手剑了你给我做个选择 对 那么多前女友 奥特没等了 就会告诉你说我跟你讲 不然的话就不要联络 她就真的觉得说 好那 好没关系 那我们就真的在一起 她才就真的 我也是因为这样结婚的啊 然后三个月结婚啊 刚刚旁边这个 强强强的声音好多 到底有多强 那男生可以分析一下 我们先进广告 好 这个也是勇气十足 四宝妈 你跟你的老公 他是一个工程师嘛 对不对 你们是在郊游网站上认识的 对 我记得好像十几年前 都很喜欢玩郊游网站 很多郊游网站 奇谋交友还是 奇谋交友我也玩过 还有一个PC Home 对好像还有另外一个 因为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前夕刚好出车祸脚断掉 对 所以我就只能在家休养 然后那时候很无聊啊 我又不能出去 你就是只能躺在床上 结果我就跟我姐姐说 你可不可以帮我 搬一台电脑给我用 然后我才开始 会用交友网站 然后一开始是老公先 先教我好友 我们才开始联络 开始聊天 对 就有一次他就说 我可以约你出来吗 我想说好啊 可是我脚断掉 你要来接我 哈哈哈哈 所以你要来 第一次见面 第一次见面对 然后我就说我脚断掉 所以你要来家里接我 他没有觉得你是 惨障人士吗 没有 他有 我有跟他讲说 因为我出车祸 所以我这样只能在家 然后在家很无聊 他就说 那我带你出去喝个饮料好不好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去喝饮料 第一次进去星巴克 对 他把那个吸管啊 就擦好就放在我的前面 我就可以直接这样喝 我就觉得这个动作好贴心哦 因为没有男生这样做过 然后走路的时候 他也会尽量靠外侧 我就觉得 哇 这男生不一样 体贴 对 很体贴 后来我们再有出去玩 我们是各副各的 然后他就有跟他妈妈讲说 妈妈 你说 我现在认识一个女孩 我们出去玩 她是各副各的 然后我婆婆就说 这个女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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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会让你出钱 所以你再试看看 然后后来我们再出去的时候 他就问我说 请问我可以跟你 你可以当我的女朋友吗 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已经开始 对他有好印象了 因为他的行刚 是我喜欢的 然后又是很稳重的 我就直接跟他明讲说 我跟你交往 是以结婚为前提 可是如果你不要跟我结婚 我们就不要在一起 人家才刚告白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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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讲 这男生可以接受吗 我不大能 看这两个人 我跟妳讲 刚好就读到 因为他是巨蟹座的 然后可能年龄也到了 那时候二十几岁 他竟然也讲说 我也是 他也讲说我也是 我说好那我们再一起 我在夜店有时候喝多了 我也会讲 真的 每一个都说你一起喝多了 结婚为前提的 对 那我从国中都开始想结婚 我每次交一个男朋友 都觉得他是我老公 可是都一直分 可是在这一次我就会觉得 哎 这一个男生是我喜欢的 因为有人说一开始这样讲 会把男生吓到 会 会一定会吓到 但你看他男朋友是惊喜的 对他惊喜说真的赚到 喜出望外 而且他那时候还会牵手的时候 他很勾矣 他会说 请问我可以牵你的手吗 我可以搭着你的肩吗 我可以牵你吗 他都这样牵这样问 我都觉得 哇 那不一样 你以前是遇到多冲动啊 一般的男生不是就是直接牵 直接这样浪了吗 对 对啊 可是他不是啊 我不能牵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在床上说他也是 我又不要问 所以我们才有四个孩子出来 对啊 你叫四个孩子 四个好吗 而且四个都有经过他的同意哦 对 现在准备拼五宝好不好 很没买 你们家好优雅 不好意思 我可以解开你的肩带吗 对 哈哈哈 好优雅 没有 我跟你讲 一开始他都这样子 后来 我知道他的爱是比较内敛的 我就开始跟他沟通说 如果你喜欢一个人的话 你要勇敢的说出来 然后他就会开始慢慢的做 像我们现在结婚十几年 妈妈做到要死要活的那种感觉 最主要就是只要老公有安慰到你 你都会觉得做牛做马 都会很开心 对 所以我就会跟他讲说 我今天很累 对 那四个今天不知道怎么 很滥小小的 哈哈哈 好他们今天怎么样怎么样 我就开始抱怨 然后他就会静静的听我讲 讲完之后他就说辛苦你了 回到家他是先绕过孩子 孩子看到阿爸回来 他们会说哇阿爸你回来了 他就直接绕过孩子 跑到房间去找我 然后就说你有没有怎么样 小孩子全部都过来 跟妈妈说辛苦了 给妈妈爱的抱抱 你就会觉得这个老公在挺你 好窩心哦 只有你 你有看到那四个小毛头 就是巨蟹座的男生他是这样 我就觉得他开始会懂得 如何说爱如何去呵护 然后到现在就是感情就会很好 所以我才会觉得女追男很棒 因为你找到你要的菜 他是我要的肉 所以我赶快吞下去 哈哈哈 是你跟他主动求婚 对我跟他主动求婚 你怎么跟他讲的 我就真的跟他讲说我想要结婚 多久以后讲的 都真的是交往才几天 啊交往几天 我就跟他讲说前面以结婚前提交往 几天后说你想要结婚了 对对对我们就说 因为我们就真的说要结婚 而且 而且我还跟 好像两个月 我还一直说 你爸妈怎么没有来提亲 你是不是不爱你 我的天啊 两个月再提亲了 对对对 然后我妈就说 我妈跟我妹就说 邱怡婷你妈妈这样 你是为了结婚而结婚吗 然后我大姐还说 你是不是找不到男朋友 需要我帮你介绍吗 干嘛那么急对不对 他就说你为什么要找这样的男朋友 因为我老公的心就是 比较福相 可是你看到他就是觉得 他是好好先生的 不好意思可以定义一下福相的定义 就是 迷勒佛行吗 对对对对 就是有点 十个凸九个 就是可能 他头发比较少一点点 可是你说他是你的菜 对他 我就是喜欢这样子的控肉 发型充满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这样有一点福气的那种感觉 很有安全感 对我喜欢这样有安全感 然后我大姐就说 你是不是找不到男朋友 要不要我帮你找一点比较帅的 我就说我就是比较帅 你敢不听过 买买的老公吃不空 我就这样吐我姐姐回去 结果他们都没有讲话 然后后来过四个月 你爸妈怎么还没有来提亲 真的急了 真的急了 怎么还不来提亲 后来是刚好遇到他阿公去世 所以就真的没有办法 然后我们是对年之后 他们就来提亲 我就很开心 说你们终于来了 我终于可以讲了 看起来放鞭炮 真的 真的 好急 等好久了 不是你你你这种 就是在我们这种男生的看法 我会觉得 他是不是想故意跟我结婚 然后炸领我的保险 我也真的急着有炸的感觉 然后把我弄死 就是你那个保险金有没有 怎么会那么急急成这样子 如果看到这个女生这么漂亮 又这么神贵 他把你视为是天菜 你不会觉得很感动吗 没有因为他有点 就是照他的讲法 男生会觉得 哇你这么急啊 你一定有什么阴谋 没有我跟你讲 我老公那时候多开心啊 他因为他也觉得他想要结婚了 然后呢 他之前被 原分天注定 他们真的遇到了 他刚好遇到 平律是对的 对对对对 一般人的话 这可能有时候反正是 被吓到 吃鸡都拔我嘛 可是他那招很有用 就是他主动跟他老公说 我们结婚这件事很有用 可是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女生去跟男生求婚的时候 这样男生还有机会下跪吗 没有啊 他没有跪过我 他没有跪过我啊 他没有跪过我啊 对啊没有 可是你不会 你会觉得好像失落了什么烧点什么吗 也还好耶 也还好 没有 我觉得是你们在 我觉得是很多女生自己的幻想 我认识很多例子 没有求婚下跪什么拿花这套 我一定要求婚下跪 求婚下跪拿戒指 标准SOP动作 我人生知道真实更多的经验都是 两个人差不多是全裸 所以在床上亲身的玩意 说那我们结婚吗 好啊 然后就结婚了 好啊 今天醒来还是一样吗 真实生活是这样 然后接着这个男的要不要安排求婚这个动作 就不一定 你知道很多女生的梦想是 求婚 然后这样要拍一张这样的照片吗 对 就是那种被求婚一定要这样压住他的嘴巴 我觉得你们女生在这一点 我会觉得蛮奇怪 因为女生应该在意的是 幸福这件事比较重要 可是如果幸福跟求婚下跪 两个给他选的话 有些人就觉得我要先求婚下跪 两个都要 你说的幸福就好像给女生一篇文章 可是女生要的是tit号 他要那个标题 女生觉得这样子才会开始迈向幸福的里程 走向幸福的笔端 你看这个就是很好的例子啊 人家也没有结婚下跪 可是人家就是幸福 他都快要跟他老公跪了 你想对吗 他没有对你不错了 拜托 我真的有句话讲说 你爸妈怎么还没有来求提亲 结果是婆婆跟我讲 婷婷啊 你不要那么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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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阿公现在身体不好 你的阿公身体好一点 我们再去你家走走 你就把阿公的呼吸器拔掉 很急嘛 太过分 我们先进广告 我想问你老公是工程师 对 是不是因为工程师科技男宅男 会需要女生多主动一点 比较有机会 我觉得是 因为他们的生活 就真的只有电脑 跟男同事比较多 所以当有一个女生 比较主动的时候 他会马上把自己交出来 真的吗 真的 电视机前面朋友也是这样 马上交出来 如果女生喜欢竹科的男生 真的要主动 因为我认识很多竹科男生 就是假日会出来骑摩托车 那个嘴巴之笨 你知道很多人很帅 主动工程师很多人很帅 然后干干净点漂亮 假日骑个摩托车 好帅 你刚才讲话 那个嘴巴之笨 是不会讲话的 你很不晓得怎么跟女生讲 他们不知道怎么跟人沟通 你要去诱导他们 引导他们 所以如果你喜欢这种人的话 你就要主动出几下来 然后你要教他怎么说 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把自己打扮成像电脑一样 他就知道 反正他每天在你身上 他就要这个我会这个我会 所以把键盘印在这 刻在这里 然后每天在那边打 我记得我们以前 跟什么焦大清大离仪 那时候我很怕这种 理工科的男生 因为他们离仪的时候 有时很夸张 我们都穿得很休闲 他们穿西装打领带 在那个校门口 真的要过去吗 不得 因为被看到我们就要走过去 然后跟他说 后来就是我们要去洗手间 我还记得他们那什么的会长 就说好我带你去 穿西装打领带 我说好带我去那洗手间 到门口快到我就看到 我说不用不用我已经看到 他说没关系我带你去 就真的带我到女侧 我想说已经到了没关系 继续走 他走到里面 然后开第三间 拉开那个门说请进 好伤重喔 快走进去 他就算在门口等我 我说我这样 算不出来你可以去吗 就是理数太够了 感觉上不算是把门 是要选里长的样子 其实我男朋友也是工程师 然后我非常的喜欢理工阿宅 所以我还蛮知道 怎么跟他们相处的 你说他们会做家事啊煮菜 我跟你讲工程师 绝对照着食谱在做 然后我男朋友呢 他也非常会做吃的 然后他就是一定会在 YouTube上看三遍 然后把所有的步骤 全部写下来之后 完全一模一样 他说几度就几度 然后演什么模 几细细就几细 就这样很决赚 你只要给他网纸就好了 菜就出来了 然后你知道他第一次 他们送人家礼物 送女生礼物也很可爱喔 他第一次送我的礼物 是一个小小的USB插的LED灯 然后我拿到的时候我都傻了 我想说谁会送女生 第一个礼物是这种啊 不是都是什么鲜花啊 然后什么 什么Tiffany 还是什么的 他送了一个那个 他就跟我说 因为你的浴室上面的灯坏掉了 他们就很实际 然后他说因为那个是旧式的 所以你必须要先去找水电工 但那个太麻烦了 所以我先送你一个LED灯 然后呢第一次去我家的时候呢 第一个直奔我们家的厕所 我以为想说他是不是拉肚子 没有就拿出一罐油 他就说他在视讯的时候 因为我们也是远距离 然后我们都用视讯 他说他视讯的时候 常常听到那个门就卡 关关关的那个声音 第一次来家里马上就上那个油 他就说一定要把那个油的声音 门的声音全部弄到消失 然后他就这样就可以了 那你跟你老 现在是男朋友吗 跟男朋友之间谁主动的 说真的是我 但我们其实是在交友网站认识 也是网站喔 是在国外的交友网站 我一天上网超过八个小时 我怎么还是单身的 你上作战了 你都看错地方 你来分享一下那个交友网站 对他叫eHarmony 这样是一个外国的交友网站 然后我们就在上面啊 然后他 其实是他先丢我讯息 他先讯息我 然后跟我讲说 怎么样怎么样 一开始还都用英文这样 然后后来他就问我说 我做哪一行啊 我就说我是个作家 我想说反正可能是外国人 因为他完全没有透露 他是台湾人的讯息 但是他上面学校也写说 他是Cornell 然后我想说我是个名校学生 还不错 然后所以我们就开始在聊天 后来他就跟我讲说 我就给他说 我说我是个作家 我就把我跟我的书的合照 给他看 我想说反正是外国人 看不懂 结果他后来就看完就说 我是你的粉丝锁定好久 他就马上讲说 是只是将就这样 只是不想将就在一起 还是只是不想将就在一起 我想说怎么会写中文 然后那个时候还知道说 他就说其实我是台湾人 然后我就想说 世界好小 对什么世界这么小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两个礼拜后 我刚好会回台湾出差 你有没有空我们喝一杯咖啡 然后我们就去喝咖啡 那样认识 可是工程师真的非常的被动 就是他们就是 如果他是今天傍晚七八点 写讯息给你 他大概就是明天晚上七八点 跟后天晚上七八点 每天都是差不多那个时间 写信给你 他就不能够早上写吗 他会固定作息 对 我后来才知道 原来他连那个什么排便啊 什么此外时间 全部都是固定的 都是固定的 然后所以我那 在这个角度想他很好掌握啦 他非常好掌握 很多工程师就是没有计划 他活不下去好怪 按照时间表 对后来我们也是这样子搞一搞 就是在这样远距离啊 暧昧啊 也这样搞了两三年 然后我就一直觉得说 我就一直问他说 你觉得我们是男女朋友吗 他就说 我觉得我要再想一下 我还有两三年还这样 对 然后我就一直 没见过面吗 见过面啊 可是常见面啊 大概每半年 或是三四个月会见一次 那好久 对 有点久 他其实一开始也是不想远距离的 然后他觉得他的理想 就是他要交一个当地的 他觉得这样子非常的方便 你有杀过去吗 跟他一样吗 也有杀过去啊 也没什么效果这样 就是他还是要思考 后来我才发现 原来他好像有一个 感觉有一个Excel 然后上面大概有两千项 他会一个一个看 确定你是不是他在找的对象 他的男生的对象 Pros and cons的比较表壮 两千项 我们也有三千项啊 然后或是礼貌啊 对 哇 礼貌啊 对啊 他会就是比方说 像我们常常在网路上 写一些很辛辣的东西 那他就会觉得说 你这个人跟你写出来的东西 到底不一样 然后你说这是你的朋友 到底是你还是你的朋友 知道 因为你书写太多了 他要花两年 你三年实际在check 书上写的是不是 对啊 所以他们会很小心 OK 好 后来成功了 我们先进广告 恭喜恭喜 等了三年啊 很久欸 对啊 啊现在交往多久 你说正式交往吗 一年 正式交往 好我们刚刚听的是非常勇敢女生的故事 来聊聊这个男生的心态啊 就是 我已经很认真的要考虑就是要结婚这件事情 那 那因为我有很长的时间没有约会 然后突然这个女生在去年出现了 然后我想说哇 难得我生命中突然出现了一个 我觉得还不错的女生 而且是很突然的一个情况之下 然后我们就开始 有约出来喝咖啡 对 可是这个 这好巧不巧啊 这个女人我不知道她在急什么 她跟你们真的是一样勇敢 你这样勇敢啊 可是你听着 她是第三次 我讲真的 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碰到这样的女生 她在约会第三次就是我们 因为我们每一次喝咖啡啊 聊天的时候就会发现 我会发现我觉得 这女生越来越不错 对因为我是需要一点时间 我可能比较难 慢热 对 马上就是 你要多一点时间了解她 然后第三次的时候到第四次 我都觉得 哇 我很期待第四次的约会 等到第四次的约会的时候 她突然整个人的态度转变 她跟我讲说 我没有要打算再跟你继续约会下去 她说 一样 她就讲说 除非你跟我以结婚为前提 哇 关键是以结婚为前提 这六个字出来了 可是真的其实我那时候有点吓到我 然后但是因为她 因为她觉得你知道 我跟她约会三次的时候 她一直觉得 我好像要跟她玩游戏还是干嘛 为什么第三次约会完之后 怎么都没有什么表示 所以她也就不想等了 她这个第四次的时候 她就跟我讲说 挑明了 你一定要跟我结婚 是要跟她结婚 你前面三次都没碰她吗 没有 我们就是在咖啡店 可是 可是你听我讲 我们在每一次的这个 碰面跟聚会都 我觉得感情是有升温的 可是 她可能也急还是怎么样吧 那个女生几岁 或者她很担心 我其实是一个那个玩咖 对对 艺人嘛 男艺人嘛 对 所以 我倒觉得蛮可惜的 她后来你知道吗 我就跟她讲说 我就很坦白跟她讲说 我们可不可以 按照一个正常的程序 就是说我们先 开始认识 彼此认识 然后到 如果真的觉得不错 我们就在交往 再走入婚姻 这样不行 这么直接啊 对 她就是要结婚 才要跟我继续约会下去 然后我那时候 我说给我一点时间吧 可是说你们其实 连男女朋友确认都还没有嘛 对不对 没有讲到那一块 就喝了几次咖啡 连碰也没碰 然后她听我讲 更厉害的是什么 我就跟她讲说 你给我一点时间 我回去考虑一下 她说你还要考虑是不是 后来她还问我说 她还在强调一次 你要考虑是不是 我说我真的需要考虑 后来我们就各自回去了 封锁 手机就直接我就 她就把我列为黑名单 然后就是任何的通讯软体 我都没有办法联络到她 然后她就直接deafriend 就这样 然后就人间真发消失在这个世界里 哎呦是 谢希的个性太刚烈了 不是她 哈哈哈哈 不是她 原来如此 不是她 我刚刚想说是谁 对 她平常看起来蛮nice的啊 不是她 她也没有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我真的有遇到这样子的人 那时候就其实让我蛮灰心的 因为 所以代表你给她的印象 真的是她还没有安全感 她一定要你给她一个答案 不然她很关心 可是我做的事情是很有安全感的事情 还没有骄傲 她没碰欸 对啊 我才跟她讲说 就喝了几室咖啡欸 我真的是我想要认真的跟她 花一点时间认识 就以前可能就很快 天雷狗中地火就在一起了 我这一次我就说我不行 可是她可能不了解我以前是怎么样 所以我这一次反而我说 我需要一点时间认识你 她就觉得 时间这件事情就是我要跟她 玩把戏 这两个人刚好状况是一样 就说说频率不同嘛 对对对 就不定那个女生有听过她以前是怎么样啊 然后就觉得你怎么三次的都还不碰我 我绝对不是这样 我觉得她可能以前也遇过 没有我觉得她讲这有可能 就是女生该碰的时候你不碰 你就死定了 对对 等一下 花开看着是有必要做 会不会做那么绝吗 各位 是有谁会在咖啡厅去碰你 我们在咖啡厅 扣他手掌心啊 脚要勾一下 脚扣一下 都还一路 我就觉得要先当朋友 你有你跟朋友出去 你会扣他讲 不是 扣他讲 新的手也可以 你这个状况有点严重就是 你三次四次都是只约他喝咖啡 然后没有后续 因为对女生来讲 约咖啡只是一个理由 就是喝完咖啡 可能还是看电影吃饭 blah blah之类的 你就喝完咖啡 就喝咖啡了 没有 第四次 我真的有打算 不然我们就看你的电影 不是 好 对嘛 看你的电影还可以 你可以 你自己都还太快 因为我真的觉得 现在我很想要把这时间拉长一点 让大家彼此都有一点空间 然后跟时间来了解彼此 不然他突然叫我跟 因为我也其实也觉得他不错 他也觉得不错 可是需要一点时间认识 更深入一点 我们才知道能不能走长久 我觉得女生他会突然消失 应该是玻璃心碎满地 他一定会觉得说 他否定他自己 当你说我要想一想 他可能立刻小剧场就发现 天哪 也许你是没有诚意 你根本就不想这样 可是因为我认为 以女生心态来讲 是我们真的有很多的 小剧场跟OS 男生不是这样子想 我们自己会直接就会觉得说 他就是不喜欢我 否则为什么喝到第四次了 他还是不碰我 然后他还说还要想一想 可是男生会觉得说 我是很认真跟很谨慎的 所以他应该是 就说平律 平律不对 这是稍微的不对我可以理解 因为一个女生你约他出来喝 就是咖啡 咖啡完就没了 就只有咖啡 然后三次第四次的时候 我跟你讲任何人都觉得 不是老板 你是不是应征我 你一定要告诉我 我有没有应征上 玉璟要我问一下 你之前其实也谈过好几场 以结婚为前提的恋爱 你觉得女生的心态是什么 跟他讲一下 我是巨蟹座的吗 你知道巨蟹座只要看对眼 然后握下手的时候 你基本上就觉得你会嫁给他 对 所以我以前 巨蟹座的小剧场才多了 巨蟹座真的是这样 不要说我以前 我到现在都是这样 我觉得 你现在这么老了还不可以 我虽然 我虽然嘴巴不会讲 而且如果有个男生跟我讲说 我要以结婚为前提跟你交往 我一定会吓到 但是你说我心里 我内心其实还是觉得 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要走进 两人的未来 那为什么男生讲你会吓到 我会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 你先不要讲 对啊 所以我觉得 其实很多女生 他们都还是会有一种 就是要憧憬要走到那个 结婚礼堂里面 可是像我觉得现在每个人 就像刚刚讲的 每个人自己脑子 都有一个爱情的理论 比方说我就觉得 男生如果跟我出来三次 他就开始碰我的话 我就觉得他应该不是认真的 那你当初为什么不跟他要电话呢 我们两个应该打算 他一名不对 对那所以 对啊 所以就是你就会觉得说 那几次才能碰你 第四次 哈哈哈哈 站好啊 所以今天的结论 就是关键的第四次 成功与否论在第四次 第四次的时候 差不多可以到这个抚摸被捕 或是牵手过马路 因为我没事不会跟一个男生 出去四次啊 对啦 所以玉杰你觉得这句话 到了女生要不要讲出来 就是你心里这么想 我希望以结婚为前提来交往 不用 你直接打点 你跟他老公讲非常棒 跟他讲就不OK啊 我现在觉得直接打点对方的 爸妈跟朋友是比较快的 真的 我那时候 我婆婆在我的前面 副驾驶座坐着 我在她的后面 我还帮她按摩 我婆婆就跟我老公讲说 这女生可以带 大部分的男生啊 不管她有没有表现出来 她内心都有一个妈宝 其实她可能是一个浪荡子 但是她妈妈对她讲的话 一定会发生一点影响 对 所以你只要先下手 她的妈妈什么的 就是绝对可以 好再问一下校尾 后来又有女生约你吃饭了 是 到现场你发现 原来这是情侣的约会 因为我们以前都是一群人 一群人出来 然后 我一直把这个人定位是朋友 现在我的 我的个性就是分的还蛮清楚 有没有曖昧或是朋友 就是朋友这样子 然后就有一天我就突然约 就是接到这个邀约说要去吃饭 我以为又是一大火人要去吃饭 结果我一到现场 我就不对 这个地方我没有来过 但是气氛好像蛮好的 我想说这个人怎么会 要约大家来这个地方吃饭 那有点破费 我想说我们有一群朋友 应该就是平时就是吃吃小吃这种的 不会去约在餐厅这样 哇一进去是个 是个类似像很高级的西餐厅 这种牛排馆这种 然后我就讲了那个定位大名 然后他就带我去 小角落就两个座位 这样子 然后我看到他的时候 就是你知道吗 他就是 有点带着这种幸福洋溢的 然后我说其他人 我说没有其他人 因为我也没有问 这就是第几次了 没有那是朋友 然后我没有问嘛 我就没有问说 有没有其他人 我想说就是一般我们私下的约会 结果一到了就是在一个 很有气氛的这个 类似像牛排馆这样子 然后他就坐在那个座位上 然后中间还有一个蜡烛 然后有点烛光的 然后我心里想 哇该不会这个 这强烈的暗示了 就是很强烈的暗示啊 可是我就会 不舒服 因为我会认为就是我 我跟你的互动 跟大家的互动 其实就是一个朋友的样子嘛 所以突然你要往前走一步的时候 我就没有心理准备了 我就不太喜欢这样子 OK 因为他可能不知道 什么方式跟你沟通啊 所以才请这个晚餐 可是你知道吗 我觉得每一个男生的这个 他没有让你觉得感动 他有没有整餐都在店 这怎么会感动呢 整餐都在店你 这你会吓死吧 我就吓到 因为我没有心理准备 这是一个就像约会的一个局 我只觉得 而且你说的他是朋友嘛 对 那他有没有整餐都在店你 就是就放店啊怎么样 你会不舒服 我就已经知道他已经不对劲 我就很快的 我一直在保持一个像朋友的互动 然后很快的想要把这顿饭吃完 然后离开现场 然后其实他我觉得他也知道啦 因为他一看到我 他就知道我不对劲了嘛 因为怎么会 会就是说 他那他讲了什么 那一餐讲了什么 他就讲说 其实他就是讲说我们要 在一起 试着看要不要再往前走这一步 可是我是觉得 因为我这个人是很清楚的 会不会走到那一步 我觉得也很清楚 那从头到尾 我都一直把你当朋友 然后突然你约我在这里 我就觉得 所以謝忻也蛮浪漫的 会有反效忽 哎哟 怎么这样丢人 不是他啦 其实我觉得男生跟女生 男生的协议里面 都一定会有那种雄性的那种 追猎物的感觉 所以我一直会认为说 女追男跟男追女 其实就算是我们女生在追男生 还是要用不同的方法 不是说像男生追女生 我给你鲜花 我请你吃大餐 而是说应该是我们擅长 我们制造一个小机会 如果说今天我想要追少尔的话 我应该是说 少尔你可以帮我一个忙 那他帮我一个忙 以后我就说那太好了 我可以请你吃饭 让男生会觉得说 这个是很 还蛮放鬆的一个场合 所以说我会觉得 女生在追男生的时候 不能用男生这种套路 对不对 女生追男生 就是不能像男生这种 一直狂烈的攻击 男生会吓 通常都会讲说 比方说像要是我的话 我就会说 比方说我喜欢文明哥 然后我主动要追他 我就会说 文明哥我听说 最近有一部电影很好看 你有沒有看过 然后我不会说 你要不要跟我去看 我不会跟他讲 丢一个耳 对 然后男生如果他喜欢你 他就会说 那我刚好也没看过 要不要一起去看 对 那一句话就要由男生来讲 我刚刚为什么问 稍微那样 那如果他说 没看过就不讲了 那可能他真的没有咬到 对 其实如果是我的个性 我还是会问 我会说 那你要不要去看 然后如果他说 可是那种电影我没有去看 那种也不行吗 不是我现在 你又被约看过电影 我现在的我 我觉得我真的是越来越迟 因为我手机 大概有好几个简讯都说 哪一个电影蛮好看的 然后就 我就没有下文 你都没有回一下 你以为人家跟你什么 文艺简报啊 电影简报啊 那我想说 有一些朋友喜欢跟我聊电影啊 然后我就常常 女生嘛 异性嘛 因为他身边有很多女生朋友 就是没事 大家也会一堆人出去干嘛 女生最常用的就是 最近有电影很好看 最近有餐厅 听起来好像很好吃 然后最近有个地方 好像很好玩 有个展览很不错 女生的招多了 女生其实就丢一个耳 因为丢一个耳很简单 就是你做一个计划很难嘛 但你丢一个耳很简单 那我要问他 丢什么耳你绝对你有用 帮你众多的女性朋友问 对 有没有有用的 有用我觉得 像这种其实 有时候我是没有办法 阅读到这个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要嘛 我跟你讲就是极端一点 极端一点 我爱你 出来跟我说爱 不是 我觉得 你说我结婚吧 没有 我觉得像他这种个性的 我就会蛮欣赏的 他不是说那种拐弯抹角的 你吃饭你不是很害怕吗 你吃饭你不是很害怕吗 可是因为我们一开始的定位就是 讲像朋友这样嘛 你如果说我今天我就是要请你吃饭 或者是说我已经把位置说什么定好了 你就给我穿得很隆重出来 我想要跟你约会 很清楚的 我就觉得这女的很有个性 你喜欢这样子啊 我觉得这样子我会比较直接 我就不用 王少伟给我出来 今天要约会 对 对 对 这样子 不是 因为我其实我 我说实在我蛮害怕 就是我还要猜他在想什么 我觉得 没有心理准备 我可能也没有这么的 厉害了 我现在可能也读不到 好典型的现代男生 其实男生胆子本来就是小 你知道男生我们小的时候在 比方说在外面追女生的时候 你知道那心里面其实超脆弱 就是你要上去前 你心里想好久 哇 那个女的好正 要不要上去 一定有男朋友 像 管他也没男朋友 打个枪再说 啊 一定很多追求者 我们才有很多小剧场 对 然后万一真的上来了 我们看到都很man 没想到前面演真的 而且万一上去碰到一个小丁子 其实你回来会难过的钥匙 但是你表现的方式就是吹牛 对 其实男生真的是这样 我们如果真的就 没当一回事就走了 对 到角落在哭 那是假装没当一回事 因为其实一个动作就很简单看出来 比如说我们常常看到男生朋友 他说 那个man很真 大家常常看 你的菜 好 你去 你只要看他回来的样子 你就知道你还是输了 因为 如果真的是 结果很好的话 你走回来会 转身那种 很骄傲你知道吗 就很开心的得益这样 可是如果打枪那种 那种你就是 战败的攻击 对 就是被 动作 垂头上去 动作就不一样了 OK 其实男生 也是脆弱的小动物 我觉得男生真的遇到喜欢的女生 其实是非常玻璃心的 只是他会装作一副没事的样子 得事心很重 那你现在到底 42岁单身 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 我说要嘛 就是我 我主动追求 我看到他很喜欢我主动 要不然就是像这样子 就是 他很清楚的跟我讲 杀的 对 我们就去约会 这种有效 对男生有效 我觉得这个其实现在是 比较适合我的 你等一下要看一下手机简讯 应该很多直白的这个 这些会杀进来的 我不会再问我电影了 我觉得四十几岁的男生呢 好 你觉得男主动出级很棒 但是还是要用对方法 我来问一下韦明哥 你身边有没有看到很多 你觉得很糟糕的方法 一用就被say no的 很多耶 像刚刚他讲的 其实那种太积极太主动的 这个你真的会把男人 吓死 我有过一个经验是 我们有一次就是 几个高中同学 大家就约在一个酒吧喝酒 然后我去他那边才知道说 有一个人要帮 我们其中一个同学 介绍一个对象 我们的同学年纪很大 单身 要帮他介绍一个对象 我们就是来陪 看热闹奖 所以几个臭男生就在那边 后来没多久 那个女人来了 然后我那个同学就去吧台 坐着 然后那个女的进来就去吧台 我们从一到就看两个背影 那个女的背影 就是光看背影一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哇塞 你太不OK了 因为光是吧台 那一开始我们用背影来演 就是一开始你一定是 有一个距离 没有那女的一上来坐在吧台 就这样 就靠着我的朋友 我的同学在 他是专业的 对 就靠着我的同学在讲话 而且他一进来 那穿的样子 我们都觉得 第一次来跟男生见面 应该都是 比方说裙子啦 女生比较lady 比较女生那种东西 你知道他来穿一个 很紧的白色的那个 西装外套 小小件 然后里面那个裤子 就贴到 完全服贴 很辣就对了 完全服贴 然后上面是一个这个 细尖你知道吗 然后露到这里 也是完全服贴那种 反正就类似这种 你们不是喜欢线条吗 对 但是他是爆纹 而且爆纹一来就直接这样 所以我们就在旁边配音是 然后刚开始 刚开始旁边那同学就介绍 他是我同学 他谁谁谁 聊一下 就慢慢那个人就撤走 然后那个介绍人就撤走 撤走以后就剩下这个 两个人在讲聊 我们后来才知道 我那同学一撤走以后 几乎都是这个女儿在讲话 而且讲没两句就是 你觉得那种结婚以后 你喜欢几个小孩 然后开始会用一问一答 你喜欢男生女生 你喜欢什么样的房子 后来是自己开始讲的时候 我跟你讲以后我的房间 我们房间要弄成紫色 因为小背影啊真的 已经在我们的房间了 对他就已经开始这样 所以我们看到背影 是那个女的这样对不对 我那个同学的背影 坐不住了 就一看就坐不住了 那我们是从头 不知道什么状况 只能看背影嘛 后来没准整 我那个同学就 就啪 就闪进去 哦 上厕所 上完厕所出来 就往我们这边走 而不是往那个女的那边走 那我们想说要抽烟啊 他就来就 哦 到那边抽烟 哦 好啊 到那边抽烟 到那边抽烟 一到那边抽烟 一到那边抽烟 哎 我先闪 他就走了 逃跑 我们的同学就走 哎 这边就走 明天再说明天再说 后来隔两天来问他 他才跟我们讲这个内容 就是这个女的一下来 就是不到三句 就开始讲结婚的事情 而且是往里面 所以就开始 讲到自己开始幻想 你知道吗 所以 然后后来这个女的 我们就问说 这个女的后来还没再找这个男的 有 他一直试图要联络我这个同学 他很喜欢我这个同学 可是我同学已经吓死 我同学不怕鬼 可是怕骗到女的 就是聊天聊的话题不对吗 对 不是 就是女生 那天穿的也不对 女生这种太积极了 他没有 他有的时候是 像刚刚那个状况 我觉得就是不对 就我同学的状况是不对 我自己碰过一个是 他刚认识我 他就第一次出来喝咖啡 我们去吃早点 他就跟我说他要嫁给我 第一次 第一次 他就说他要嫁给我 然后我就接受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聊 那天穿你觉得 你怎么样的婚姻OK 我是买还干净的 你怎么样 啪啪啪 后来聊到一个东西杠掉 他就聊到一个东西 他说 他说 那结婚以后 你一个月给我 你一个月给我四万 哇 还开架吗 没了 已经报价了 当然不是一开始 当然不是一开始就谈价钱 一开始说 然后那我们结婚啊 我结婚以后 我也要有自己的那个生活费 我说我觉得应该 我觉得应该固定给老婆一笔钱 这是应该的 所以我们在谈到四万 后来我听 蛤 四万 我们就开始 勾备一线了 你要问他到底是寒睡 还是卫睡 有没有睡觉的 你当时的感觉是什么 听到他开始谈这方面 我当时是觉得说 就我的观念啊 我觉得共患难 然后要结婚 要在一起 就生活是在一起 我刚刚也讲 我的观念是觉得 每个月一定要给老婆一笔钱 让老婆也有一个经济的 一个控制的部分 可是我觉得不应该是 规定一个数字 你应该说口气吧 简单啊 因为我觉得我们 我们是演艺圈的嘛 我们的收入不是 像一般的那么稳定 你不管多少 可是我们收入是不稳定的 所以你要我固定 一个月给你降 那我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 我瞬间就觉得 我对不起我爸妈 因为我给爸妈都是 今天有空回家 身上有两万块还是给啊 或是生日什么给 我都没有固定降给我爸妈 然后我现在跟谈一个对象是 你要嫁给我 我也觉得你OK 可是你谈的是 这么detail 这么清楚 就是四万 然后我会觉得 那算了 我先顾好我爸妈吧 以前常常混夜店嘛 有一段时间呢 我在夜店就认识一个女的 就是她也常去呢 然后认识一个女的 所以每次我都一个人去 所以每次我一去呢 没多久那个女的就会来 然后我们聊天啊 喝酒 有的时候还会去外面续托 我每次去 都有把到妹 可是只要一转头 那个妹就不见了 就被她弄走了 因为那个女的啊 就是那个喜欢我的女生 后来跟我在一起的女生 她永远都是到夜店 有妹来 她也一样会认识 我说哎呀 喝酒 她就说哎 这是 我说啊 花花爷爷 两个女生说啊 玩玩玩 然后只要我上厕所或是干嘛 然后她就会说 你们认识我男朋友多久了啊 超巧的 两三个月都这样 所以我 然后她也不在意我去把 别的妹子干嘛干嘛 反正最后我都是一个人走 两个多月在一起后 我才知道她永远这么做 就旁边有妹来 她一样跟对方玩 哇塞 都会趁你不在的时候 对 就讲这个 我觉得这真的好厉害 但是我要补充一个 我看过一个女生 她在夜店里面 她也很喜欢在Bar里面 搭讪男生 可是我觉得她招数 蛮不错的 她就会这样 她就会跟几个女生 一起在Bar里面 然后如果看到那个 就是她们坐在桌子那边 就两三个女生 坐在桌子那边 她们只要看到吧台 有那种她的菜 男生的话 我那女朋友 她就会自动出招 她就会走过去 她就跟那个对方 跟那个男生讲说 哎 我们那一桌在猜 你是哪一国的人 好 因为她就看的都是 是外国的猜 她就说 因为现在女生好会 她就会说 哎 我们那一桌在猜 你是哪一国的人 如果我猜错的话 我就要喝一杯 然后她就说 那我就猜 她就会故意猜错 比方说人家 明天看着这个美国人 她就说 你是西班牙人吗 对 就是她很多脸 都不一样 而且护照还摆在桌子上 她就猜错 然后她就故意猜错 然后她故意猜错之后 她就说 哎 那我要喝一杯 她就跟Bar tender 就点一杯 然后她就跟那个男生讲说 可是我不想我一个人单独的喝一杯 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喝 所以她就会有那一杯的时间 自然而然就开始认识了 我们先进晚 要待会继续学一些好的招数 厉害 你们的女生都好会 好会哦 我们讲自然 对啊 好会哦 你们都去哪里 女生会起来算 好 其实上面也非常多 这个女追男成功的例子 那么大家都会忍不住很想问 那她结婚之后对你好不好 会不会因为你主动 男生就不珍惜你 郁姐爱你觉得会吗 我觉得也是要看人 因为有一些男生他反而就像刚刚讲的 因为你追他 所以你觉得 他觉得你非常无怨无悔的 所以他其实是很珍惜你的 对 会感激一些 会不会有一些得寸进尺的 有些男生当然是会啦 但是我觉得这个性别如果给他反过来 是男生无怨无悔 女生跟他在一起 老实说女生也是很会得寸进尺 所以我们不能只是说 男生会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这应该要问男生 就是如果一个女生他这么 这么这么爱你 他很主动终于追到你 你会不会就觉得 践踏他 可是男生 我讲真的男生真的会感激 对 会把这个女的放在心里会感激 这是跟年龄有关吧 你现在会感激 20年前会吗 真的因为我身边也有年轻的人 年轻男生结了婚之类的 也有类似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听说你的好朋友小甜甜 也曾经因为倒追过男生 他反而被当成工具人 他都是倒追男生 我觉得他眼光还是多少有点问题 跟他的方式也有问题 他就是他只要认识一个男生 他不管说这个男生对他有没有意思 他都用同样一套方式 就是对他可能就是掏心掏肺 甚至就是两个根本都还没有说要交往 就是只是朋友的关系 他就会去打听这个男生喜欢什么 先付出 先表现忠诚 然后就曾经有一个男生 他就喜欢收集鞋 哇 这个小甜甜厉害了 人家连 他连那种爱收集鞋都还 排不到队 买不到的 他想尽办法去买 然后想说可以感动他 然后一而再再而三 然后越送越多 然后到后来他们的关系变得很诡异 就是那个男生就会直接告诉他说 什么XXX鞋子要出了 几月几号就直接告诉他 然后他就 甜甜就变成说 好像就是变成他一个负责帮他买鞋的 你看就是还是有人不知感恩啊 我觉得女生要 女生可以放耳给男生咬 但是女生不可以仇坏男生 这个界线很难拿捏 对 男生在Testing你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这时候是要宠他 还是在经过考验这个什么 是很难怎么分辨啊 今天几位都是高手啊 真的 对你让他笑三次 这两个都是不用无悔冲的好不好 对啊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简单的逻辑 就是你不能天天对他好 你对他三天好 你就要发脾气一天 哦 就类似他们 他们刚刚两个的逻辑就是这样 我不会一直对你怎么样 我不是讲说 我男朋友非常的龟毛嘛 就是会 很久之后 我们才真是确定在一起 的原因就是因为 他后来一直不做决定 然后我决定就完全不跟他联络 然后我就跑去跟别人 别人约我约会 我就试试看 就是跟人家认识 他就发现说奇怪 你怎么都不在打电话 也不在关心我 他说我飞机起飞降落 你也都不在 我以前是会去查 那个飞机雷达 去看他飞到哪里 然后一下来 然后你打开要给塔台吗 塔台我先飞机来的没 我会马上 因为我会担心啊 我怕他飞机出什么事情 有没有delay啊 说真的delay关我什么事 真的蛮好奇 你是这样的女生啊 我是啊 我就是会 你是遇到这个才变这样 还是本来就这样 我是控制狂了 其实 因为我是控制狂 所以我必须要什么事情 都确定的很清楚 那你心里有这个人 你就会去做得很detail 那你配工程男刚刚好 对 然后后来 后来那一阵子 他要飞哪里什么 我都完全不在理他 也不会说 我为你祷告什么的 对 他就疯了 他就会自己一下来 就会说 我已经到了 然后我也没有理他 对 所以男生真的不能冲 OK 那像你 我们来看欣喜的例子 你自己就是这样 这么主动追你老公 结婚十多年了吗 15年了 15年 现在的互动呢 你觉得他要比较不珍惜你吗 其实他的互动 我记得我们在 因为我们的关系是 我们是结了婚以后才交往 因为毕竟说他来到台湾 三个月以后我们就结婚了 对 那我认为他在婚姻当中 他最常 最常complain就是 baby 我觉得你没有那么在乎我 对嘛 这就是我说的 两个是关系嘛 我说为什么 他就说我觉得你都活在 你自己世界里面 得寸进食了 他说你怎么会这样子 然后把我娶回家 你就不管我 那他讲这种话 他讲这种话 可是你是不是真的忍惑他 他一直回在当年西班牙的那一次 还是你也觉得你到手之后 也不用那么在乎他了 应该是说 所以说我觉得我协议当中 有男生的狼性 应该是说我们结了婚以后 因为老实讲 爸爸妈妈互动的样子 其实有影响到我 你不认为 爸爸妈妈台湾父母的互动 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去做你喜欢的事情 我做我喜欢的事情 大家都不要互相干事 甚至不睡在一张床上 有小孩以后 台湾的爸妈 可能是这样 那他的爸爸妈妈不一样 他爸妈妈是这种 他们两个要看电视 就是一起看电视 会有一个情人座 大家就会这样互相靠着看 那我的个性是 我是遗传到我爸爸妈妈这样子 因为我学到了嘛 所以他回来的时候 我就说好回来了 然后我就在做我自己的事情 那看电视 我就追我的剧嘛 刚开始的时候 我说那你想看 你就自己看 他会认为 天啊 这个不是我想要的婚姻 怎么会把一个女人 当初一个追我 追那么几块的人 你那么积极 强力用 然后就不理我了耶 他以为你每天应该是 在那边跪着等他回来 对 还是像阿信一样 欢迎你回来了 这个很夸张 所以有一次很夸张的是说 他那时候在美国 我们住在美国 他剪了头发 当天礼拜晚上 跟朋友出去吃饭 还是对方的老婆说 Shane你剪头发 我完全没有发现到 所以老公会觉得 我是个非常两极化的人 那我认为应该是说 有的时候在谈恋爱 应该说谈恋爱跟经营婚姻 是要让人家出其不意 就是你什么东西都要混搭 就是mix and match 有的时候你让他会觉得 我真的很需要你 没有你我真的会死 有的时候你会让他觉得 其实没有你 他像个空气 对 我觉得我活得也很好 让对方彼此都会觉得 有点那种 有点新鲜感 所以我会觉得经营的方式 我是这个样子 我们刚刚讲到男生 男生现在变得很被动 为什么 我觉得环境 环境几个大因素 第一个经济不好 不仅其实是全世界的问题嘛 男人总觉得 就哪怕我们出去都是go touch 各夫各的 可是男人先天上的心理总觉得 所有事情要我一天扛 我至少要有经济这个能力 当我都没有钱了 我自己都在烦恼 我该付 我哪有那个时间去约女生啊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现在单身 然后有空跟你风花雪月的意思 对 第二个单身子女多了 所以单身子女多 多数的单身子女在家里呢 以现代的环境 其实通常不大去教育小孩 最多就是告诉 最多就是告诉他一句 在家里这样没关系 出去要怎么样 所以人会越来越自我 我觉得这几个因素加起来就是 男生就慢慢变得 好你看日本最明显 日本现在已经很多男人 他根本连女人都不要 草食男 对草食男 他根本不需要 我觉得社会已经演变成这样 台湾快要跟日本差不多了 选择太多的时候会更难选择 而且也太容易有很多东西去 cover去掩盖我们在 这方面的寂寞或是需要 你知道心理学家讲说啊 如果你有六个选择的时候呢 你是最容易选出一个东西的 那当然你去超市 结果有20样的时候 你就会选不出来 可能什么都没有买 那你何况现在又有交友网站 又是社群媒体等等 你认识的人的机会太多 以至于你会没有办法 真的好好选一个 真的真的 谢谢大家今天听到很多这个高手的分享 很多好女人会感叹说 为什么遇不到好男人 事实上呢 今天可能有答案呢 因为很多好男人都被 聪明的女生骗成 真的 所以我们要当个聪明的女生 看到你喜欢的男生 就是勇敢用对的方法 释出对的讯息 自己的幸福自己来争取 祝福大家拜拜 好强喔 三个人强人 真的 很厉害 一三个人超厉害的 谢谢啦 要谢谢你们的老公 谢谢 真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